我是傻乎弟,周五晚上直播 我一些未经思考脱口而出的话 给李一芬和吴亦凡两位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在这里我对两位还有所有的粉丝们很诚恨的道歉 对不起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抹黑他们 或者去炒乐路什么的 我当时真的是因为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不相信我所说的话 觉得我在撒谎 我当时情急之下 我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我就想到了赵孟岳对我说的话 我都全都无脑的说了出来 从来没有想过会对他们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真的很对不起 我本来就是一个只知道打游戏的人 说话跟做事方面都很傻逼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为人处是什么的 还有我也看到网络上的一些言传 跟舆论什么的 就是那些话不是帝斯他让我说出来的 都是我自己情急之下无脑说出来的 我相信大家全程看过直播的网友们都应该了解 都知道这件事情 都知道我当时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看到帝斯他被语言攻击那些东西 我觉得他为我背锅 我真的如果不说些什么 我真的会愧疚一辈子 我虽然为人处事 我虽然为人处事做得不好 但是我从小就知道一个道理 做人要敢做敢干 所以请大家不要再去闯我那一些直播时候说过的傻话 有什么就都对我来说 骂我喷我都可以全都怪我 真的对不起